另外呢带您关心一下为了要服务更多的消费者对各式宴会的需求 高雄市一家业者特地设置了网页让客户可以透过了网络 轻松看到为客户量身定做的餐点设计 上午8点不到谢先生烘焙厨房里工作人员个个已经是忙的不可拍交 一切就绪十点准时出发倒回场 这边是热锅区 这边是冷盘 这边是蛋糕区 这边是饮料区 好 我们现在开始 上开 吃饭时定一到 人潮 鱼罐涌出 准备大祭 武藏庙咯 你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味道够 重量蛮多的 做的蛮精致的 然后这个 就是说好像每个人都很喜悦地享受这个美食这样子 他的那个美食还蛮多样性的 可别以为谢先生忙完这摊就没事咯 晚上可还有另外两摊要包办呢 像上外包宴会 有11个礼拜加加总总就近25个case 常常把整个团队忙得人养马班 但谢先生依旧能够提供给客户最完善最周到的服务 这其中的秘密武器就是异化 连上谢先生设立的网站 无论是餐点的设计 会场的布置 大小细节是一目了然 异化让客户对服务更加的清楚 另外也让谢先生的烘焙房知名度大为提升 迅速 蛮快的嘛 然后跟一些那个啊 业绩方面 一定会有那个啊成长 大概至少会有成长的那个啊 三成左右 从网站上面去看到的这个讯息 然后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同事 或者是伙伴 他们也在找这些相关的一种外汇的 那也从他们耳闻中知道说 他们的品质 精致 然后而且很卫生 客户的买一群写在脸上 是对谢先生夫妇俩最大的鼓励 他打算接下来 还要尝试线上刷卡 线上下单更多的异化服务 也向更高的业绩挑战 范新闻 言许西超 高雄报道